朋友拿了一些自制的爱巴巴给我,我尝了味道不错,于是决定自己也亲手做些送给朋友吃,爱巴巴的做法步骤 一,烧开水将爱草煮软,放入食用前,这样爱草会煮得软绵,而且颜色较好不会太绿 煮软后将爱草煲出放入清水中飘,飘的目的,是将爱草的苦涩味道去除 飘好后将水分挤干切碗,与糯米粉合匀的即可 二,反芝麻,花生,这些都是炒熟的,黄糖粉,白糖粉一并放入搅拌器中磨细,到处盛入碗中拌入食用油 这做出来的线芯香气扑鼻,真是非常的好吃 三,将爱草与水磨糯米粉合匀,切记不能加水的,因我买的糯米粉是湿的 爱草煮过后也有水,如再加水,皮就会变得很软,吃起来就没有口感了 四,修一小块粉团,捏成面饼状,加入拌好的馅料,团成半长大的丸子 抹上一点植物油后,吃的时候容易包去外衣 五,将包好的巴巴满入容器,隔水蒸上十来分钟,起锅晾凉后即可享用